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良品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小男孩天生就没有眼睛,没有嘴巴 但却长着摄像机脑袋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一个医院 出生了一个没有嘴巴眼睛的 却长着摄像机脑袋的婴儿 医生充满惊奇的问道 你是不是和摄像机睡了 在一旁的老公很生气 我被摄像机戴了绿帽子 妻子哑口无言,只能护住孩子 医生为了保护孩子 每天晚上,将一盘空磁带 插入了他后背的凹槽中 之后,夫妻俩将孩子带回了家 从最初的奇怪到现在的适应 他们已经不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他们每天晚上都要更换录像带 将取下的录像带保存在柜子内 很快,随着男孩长大 柜子也被录像带存满了 后来,男孩上学后 遭遇其他学生的欺负 妈妈通过录像带 发现了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了 最终,来到学校问责 最后没有人再欺负他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 男孩得到了一些表面朋友 还开始第一段恋爱 可是,当他快要成功时 女孩还是忍受不了 将其赶走 而有着摄像机的脑袋 他不能看电影 也不能看电视 因为他会侵权 男孩已经对生活充满了绝望时 某一天 男孩遇见了一个面容呜呼的女孩 他俩一见钟情 最终陷入了爱河 与此同时 男孩被电视台看上 需要男孩所有录像带 因此 男孩拥有巨额的财富 而男孩以后的生活 都在全国24小时直播 渐渐的 全世界的人都守在电视前 观看男孩的生活 人们已经忘却生活的意义 外面的世界 已经没有了活人 于是 男孩和妻子 孤独地回到了童年的家 可是 回到家的妻子 很快也陷入了电视里 无法自拔 这让男孩彻底死心了 他观看了出生录像带后 将电视机沉入浴缸内 最终被电死了 这是一则讽刺寓意的短片 讽刺那些沉迷于虚幻 和别人生活中 不能自拔的人 本期故事 选自短片 摄像机男孩 最后 不要忘记 点关注呀